第六十届鸡马奖最佳男主角入围的有许光汉 关于我和鬼 哇 你们都是女 尖叫都是女的 这个爷他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哇 林伯鸿 由去年影帝黄秋生担任接奖嘉宾 金马六十最佳男主角入围名单公布 由许光汉对上统剧演员林伯鸿 金钟影帝吴柯仁 以及刚拿下背影影帝的王伯杰 还有再度角逐金马影帝的阮金天的人 要来争夺影帝宝座 最佳女主角奖同样竞争激烈 有时隔20年再度争影后宝座的陆小芬 以及时尚最年轻入围影后的林品童 对上胡林 中雪莹以及余香林 而五月雪一口气入围九个奖项 是本届入围最多的电影 其次却为入围八项的 关于我和鬼变权家人的那件事 以及意气 这些演员们各位不觉得 他们其实都在 人家说经历了相当的磨练以后 展现出来的那种成长性 那种成熟度 其实是非常非常迷人的 我自己其实看今年入围的这些影片 我都已经有点快像粉丝一样了 就是在看的时候 其实会忍不觉 好好看 好迷人 第六十届金马奖 共有552部作品报名 邀请到国际民导李安 担任评审团主席 颁奖典礼预计将在 11月25日在国父纪念馆盛大举行 新唐人亚特电视 陈慧摩林天新 台湾台北报道